大家好 欢迎回到《活在五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多伦多的夏天不知不觉就悄悄地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了 但是夏季的多伦多大家都知道 玩的东西可以说是非常的眼花缭乱 同时因为多族裔至极 所以多元文化的这种东西和玩的项目也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高兴 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华人组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的指挥 然后给大家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夏季的音乐会 那么非常欢迎我们的彭指挥 欢迎您做客 首先能不能跟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 打成招呼 我是Karl Ping 是那个Toronto Chinese Orchestra 这是中乐团的总监跟指挥 就是这样 好 那么也是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么我知道今天我们的彭指挥 是带来了一个叫做古词心愿情未了的音乐会 对 那么首先能不能跟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个音乐会呢 就是跟那个主题一样呢 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其实我们有一位老前辈 程老师 程路语老师 他是那个歌唱家 歌唱家 sorry 我的那个国语 不太灵光 希望你们明白 大家听得懂 对 谢谢 所以他给我们一个idea 就是那个意念呢 就是用那个唐代的词 因为很出名 中国在古代唐朝的比较繁华 所以可以翻译那个历史的时代 还有那个诵词 我们就是用这个两个idea 就是做了一个 这一次音乐会的主题 这个音乐会是那个 这个星期天 所以那个唐僧我们基本上用了两首 意思是很出名的那个岳府寺 对不对 白居易 这是它的琵琶形 是很长的 其实那个诗人 就是好像现代的author一样 他们就写那个东西 其实是表现自己的感觉 就是对当代那个时代的那个繁语 OK 所以那个琵琶形 基本上是讲那个琵琶 用那个乐队 里面有琵琶 就重要谈 跟着就是那个程老师 就是recitant 就是朗诵 就是好像他就是现代的白居易 OK 就是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陆游 与唐丸 这是宋池来的 陆游是很出名的嘛 诗人 跟池人 他是说他自己的那个婚姻 后来是比较set的ending了 就是比较悲哀 但是这个形式 这一次我们是就用那个乐队 跟那个合唱团 跟那个独唱 跟还有那个争的那个独奏 就是跟我们有一位 特别的主持人 就是肖伟玉小姐 Lin OK 他就是要谈那个鼓章 他的谈得很好 还有独唱的 所以这个形式在去表现 还有就是我们请了一个 很棒的那个指挥 跟那个作曲家来 这是在香港来的 他是那个香港中乐团的顾问 郭兴基先生 OK 郭老师呢 就是接着来的 就是指挥跟那个 指挥一部分 他自己创作的那个乐趣 其中一个乐趣 就是Thoughts In English 就是Thoughts 中文就是敢育 这是张九龄 这是唐代的 也是一位很出名的诗人嘛 很短的那个那首诗 但是他创作 就是给那个中乐团 跟合唱团 还有独唱 还有那个朗诵 就是这个形式 还就是在整个那个音乐会里面 还有那个笛子的独奏 那个笛子那个作品呢 也是那个郭老师创作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有那个郭老师 就是了请鲁宇先生老师 那个肖尾玉小姐 还有就是和川团 另外一位指挥 就是蔡红梅 蔡红梅小姐 是指挥那个乐队的 不是一个和川团 和川团 有的音乐会 他们呢也是刚刚您有也是提到 适合这个唐诗诵词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以这样的一个 有solo啊 然后还有这个合唱 有这个施朗诵 然后再配着这个我们的明月 对不对 然后以这样的形式展现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对 那么也是刚刚也有提到 我们的这个特别的一些 这个嘉宾 所以呢可见我们的这个 这次音乐会的阵容呢 也是非常的强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形式呢 也是非常的特别 所以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我知道您是这个 多伦多中乐团的 音乐总监兼这个指挥 那么想问一下 我们本次的这个演奏主要呢 是不是以我们的这个 多伦多中乐团为主呢 这一次基本上都是 OK 因为这个音乐会 都是我们主办嘛 但是我希望就是 可以讲一讲 我们那个乐团 是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在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 这是很难得的 这是在外国的土样上面 我们可以还有那个 中国的音乐 什么那个精神的 文化的事情还在 我们还可以再弄 其实加拿大是一个 很好的国家 这是multiculturalism 就是多元文化 其实他们真的是去实前的 是不是实前 OK 这是去pattest的 所以一个93年 1993年 就是我们现在讲 三个世纪 OK 三个世纪 他们就是 主席了那个乐队 那个时候的乐队 基本上是从香港来的 后来就是有香港的 有中国大陆的 有台湾的 有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 现在还有那个 本地的外国人 OK 好像这一次我们也有一位 来帮忙的 从奥特瓦来的 他是那个专业的 double bass player 就是那个低音大提琴的 prayer 他都很好 他就是有兴趣中国的音乐嘛 所以来帮忙 还有就是 有两位 是外国人 就是谈播乐器的 因为中国有部分谈播乐器 好像那个碗 中碗 大碗 基本上那个 那个演奏的机口 就是好像那个 弹那个节套一样 所以他们就是 把它switch 就可以 但是他们有一个 switch比较困难的 但是他们是很talented 可以学得很快 就是把看那个五线谱的 可以转到去弹 那个简谱 一个不容易 但是他们可以 转来转去的 OK 我们行吗 对 所以都是就是 我们请来的这次音乐 会请来的一些嘉宾 都是非常有实力的 同时呢 在这个名乐方面 也是非常有造诣的 一些艺术家们 对不对 对 好 那么也是 说了这么多 关于这个多伦多中乐团 以及我们即将在周日 举办的这个 古运 古词新运情 为了音乐会的 这样的一些内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在当天 在我们的音乐会当天 之前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special的 这样的一些讲座 也有这样的一些活动 这个可能是潮流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 在真正那个音乐会之前 如果我们有一些 信息可以帮助那个观众去 认识那个当晚 当晚的那个 音乐会的那个内容的话 比较有用 就是好像那个 加拿大那个多伦多 叫想音乐团 什么 我们也是有这个形式 就是在音乐会之前 有一个pre concert talk 就是音乐会之前的一个 给大家有一些idea 怎么样去听 我们在6点45分 就是有差不多20分钟 这是有两个部分的 介绍那个内容 就是那个股市 另外一部分 就是介绍那个音乐的 所以要有三四个人 去介绍 他们都是expert 就是专家去弄的 音乐会就是7点30分开始的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也是有 专门的这个讲座 去帮助大家 在音乐会之前 去更好的了解 音乐会上面的一些内容 非常好的一个idea 那么节目最后呢 能不能就是我们聊了半天了 我们的这个音乐会 那么大家呢 还不知道这个时间地址 以及票务方面的一些情况和信息 希望我记得 OK 就是这个星期天 28号 在那个 Toronto Center for the Arts 这是在 Yang Street的 这是5040 Yang Street 这是以前的Fox Center 在里面的那个 George Weston Recital Hall 我们那个票价 就是有四种 20块 28块 33块 跟那个38块 但是因为这一次 我们有很多人 involved嘛 所以 进下来的票 已经不多了 我们要拿得好的 已经拿不到 好像我自己 要帮朋友买的话 已经在旁边了 真的是在旁边 所以如果要买的话 就是当天 到那个地方去 去买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 我们的这个 庞指挥呢 带给大家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夏日 就是也不能说是 完全消钱 轻松啊 然后同时呢 也是就是为了支持 我们的这个中国名乐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 世界的舞台上 能够发扬光大吧 然后可以去支持一下 我们中国自己的音乐会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 《活在五点》的 各位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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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